上海队的两连胜选了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他们就将与北空队打一场遭遇战 然而当敏鲁磊执掌的率印之后 他们显然也就重新焕发了新生 不仅在进攻的时候侵略性十足 就是在防守的时候也能够让对手多次踢到铁板上 关于这一点 我们从这支球队在前面数场比赛的表现就能明显地看出来了 但这显然也只是一个开始 北空队不仅要在当前赛季重新打进季后赛 他们还要强势打进全联盟的前十 这不 敏鲁磊的后手再度出现 北空队将彻底爆发 可刘鹏他们就注定会输吗 既然上文提到敏鲁磊已经准备了新的后手 那就证明他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敏鲁磊极有可能将他们现有阵容的实力推到新的极限 就像张帆 金心与孟子凯等球员 他们不仅要在进攻的时候抓住对手防守的间隙 第一时间投出威力惊人的三分球 他们还要在防守的时候压制住李天荣 罗汉琛与刘征这三个爆发点 陈国豪与于长洞就要他别照顾严鹏飞这个点 李征将他压制的根本就无法处理球权 同时还要在他身上积累惊人的犯规数量 争取在上半场就把他打下去 他们必须做到这一点 虽然这对于北空队的球员来说拥有一定的难度 但这也是他们必须要做到的一点 而且颜鹏飞被打下去之后 北空队的外线球员就可以轮番冲击上海队的内线 同时邹宇晨还要第一时间留底到对手的篮下 利用自己的力量与身高的优势完成篮下的多次终结或者是抢到更多的篮板球 并给几方的外线球员创造更多的出手机会 只要他与外线球员形成连线 上海队极有可能再度被虐 毕竟他可是仅存的两名鼎心球员 既然北空队对他有恩 那他就要用实际行动回馈球队 最好的办法就是帮助球队重返全联盟的前十 上海队呢 严鹏飞的强力爆发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成为最大的好消息 虽然从综合战力方面来说 他还与王哲林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但他依旧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发挥出前者八成的功力 这也就让上海队的内线实力并不会下滑太多 否则 他们不可能在前两场比赛中相继立刻北京与吉林这两支球队 可恰恰就是这个遭遇 这也就帮助上海队成功打出了自信 尤其是郭浩文 即便他在前两场比赛的表现有些低迷 但这也只是暂时的经过最近这段时间的持续调整 他的状态显然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回温 在接下来的这场比赛中 郭浩文没准就会重新爆发 并找回身为第三外援的本色 他不仅会在进攻端重新打出了应有的强势 就是在防守端 他也能够进一步压制对手的爆发点 就像北空队的小外援菲尔德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这两人就将捉队厮杀 毕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当他们再度拿下接下来的这场比赛 上海队的士气也将跋升到新的阶段 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的整体发挥反而能够在赛场上取得新突破 就算他们很难打进总决赛 但是当布莱德所归队 王哲林与任俊威满血之后 打进半决赛还是很有可能的